小暖 AJ宅漫漫说 哈喽大家好我是AJ 欢迎来到AJ宅漫漫说 今天是2021年6月9号 那首先呢 就是我们每周的固定环节 湄公商时间 那这次湄公商呢 是一个大家熟悉的老游戏 Apex Legion 那它中文翻译叫什么 我有点忘了 反正我都叫它Apex 那其实在Apex刚出大概 应该有两年以上 我其实相信真的有点忘了 但是我当初其实还满喜欢 Apex这款游戏的 它其实就是当时很红的 Overwatch加上CS 然后还有持极的这个要素 三个混杂在一起的玩法 那其实玩起来 其实这三个要素混合在一起的 感觉算是可想而知 但我觉得Apex是它把 这个各方的优点都取了进来 取习精华 它就是有这个CS的这种 这种快节奏的对枪感 然后还有这个吃鸡的这种紧张感 物资收集 然后还有这个战术啊 然后还有这个判断资讯等等的 然后还有Overwatch的这种 每一个角色都有一个必杀技 然后还有小招 各有特色的英雄 当时就觉得Apex这个游戏是 各方的优点都有取到 然后还有在一些 它把这个像玩PUBG 会有的一些新手的问题 像我常遇到说 我不知道这个枪配什么 这个枪要拿什么子弹之类的 我常遇到这些物资上的选择障碍 所以我当时很快就放弃PUBG 然后但我觉得Apex 把这个东西修得非常的简单 就是重枪 然后轻枪 然后电人枪什么的 就是很一目了然 非常的清楚 然后你能拿的装备 它也有一些防呆的机制 你这个镜不能装 它就不会帮你装上去之类的 它很多很简单的防呆机制 让大部分人在这块选枪物资的上面 蛮好上手的 那因为物资的这些选择上 我觉得本来就不应该让玩家有 太复杂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 玩起来会架高很高的门槛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降低 是一个蛮有效的 能提高新手游玩意愿的一件事 然后这样它游玩节奏 也真的是蛮快的 它有时候你下来 马上一个对墙 你游戏结束了 很常发生 所以当初我是蛮喜欢APEX这款游戏的 我甚至因为当时的电脑跑不动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 它的这个最佳化 也没有调的那么的好 也我不确定是我当时电脑真的太烂还怎么样 总之就是我当时电脑真的是 常常玩一玩就卡住 就当掉 然后或者是当时它可能伺服器也不够稳定 也常断线 然后后来我就 为了玩APEX就换了电脑 然后后来换了电脑之后 我又打了一阵子 然后后来我真的实在受不了了 可是你每次进去你就会看到有人就是开始喊这个QQ卖外挂之类的 我就觉得干我快疯掉了 到处都是外挂 我觉得外挂真的是毁灭一款游戏最快的方式 直一 因为我们等等要讲毁灭一款游戏最快的方式直二 对我们先先讲这个直一 直一就是外挂 外挂真的是很容易毁掉一款游戏 像一开始糖豆人非常红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这个游戏蛮可爱 然后我稍微看一下人家玩发现 干这个外挂有点太多了 我实在是也有点受不了 因为我虽然知道我自己就算人家没开外挂也可能打得赢我 因为我玩各个游戏都不算太强 算偏烂的玩家 但是我总是希望至少我是公公平平的输吧 我遇到外挂失误我还是会觉得很不爽 就像我APEX真的是烂到靠腰 但是我突然被人家锁一款马上秒掉 而且全部全部扫在头上 我也会觉得很很不爽 所以外挂太多还是真的蛮劝退我 所以我为了APEX换电话 然后大概两个月到一个月我就突然退坑了 呵呵呵 当时也是玩的没日没夜然后马上就退 然后后来前一阵子大概在这个 我自己不是很确定 但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日V那边 很多人在玩APEX 在日本那边真的APEX非常非常的红 也可能是他们那边外挂一开始也就不多吧 我在想 然后所以在日本红了一大圈之后 然后可能又有一点红回台湾 当然我相信还是有很多原本的 很高端的玩家本来就一直持续在玩这款游戏 但我觉得最近是有一种温度重新怀来的感觉 因为连我周遭原本退坑的朋友都回来玩的 那我自己呢就是因为我周遭朋友也都开始玩 然后看那个日V那边看一看也开始觉得 好像有一点点想回坑再玩一下这样子 然后就跟我朋友又回坑去玩 然后回坑一玩就啊这个快乐的感觉回来 因为没有太多外挂 然后游戏本身就就如我原本说 他本身就是做的蛮好的 所以玩起来还是就是真的是不错 少了外挂之后这游戏真的是一块好游戏啊 所以如果你之前呢 因为外挂啊或是各个因素的退坑的话 那我就可以回坑玩一下 那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这个射击游戏算偏废的 我玩Overwatch也不玩射击胶 我不会去玩射手 我一定是玩盾或不 那玩这个你一定要拼枪的游戏呢 我觉得这个游戏好玩的一个点 就是他的资讯战蛮重要的 就是你有时候不只是要拼枪 你有时候也是要判断现在的资讯 要怎么去进攻 或者是协助你的队友 你团队里面最好还是跟一个拼枪比较强的队友 你们可以协助他协助他进攻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好玩的地方 还有就是他的战术啊 资讯分布啊等等的讨论 所以我觉得比起以前可能 我相信CSE还是有很多战术 因为我们当时都是随便玩 但是我觉得比起当时几乎都在玩拼枪 然后拼枢被打爆 没有反击余地的感觉 我觉得APEX更多可以考量到 虽然我的枪输 但是我可能在战术上 或是一些进退考量上 可以做更多的弥补 那就不会让我觉得说 永远都在被射爆玩得很欲卒这样子 所以就算玩的射击游戏玩得不好的朋友 我觉得APEX还是一款算是蛮好玩的射击游戏 可以尝试看看 然后反正也免费的 有兴趣可以再来玩玩看 那这是我们本周的煤工商时间 好那接着呢 进入我们每周新闻的环节 那这个每周新闻呢 虽然说在当下对我来说是新闻 但可能如果你是下周才听到的观众呢 可能已经是有一点旧闻了 所以也不用抱着太听新资讯的心态来听 可以当做一个听近期有什么有趣的事 或发生什么近期ACG圈的大事这样子 那近期呢 我觉得算蛮有趣的两件事啊 一个是二之国交错世界上市 等一下先不要走 这不是工商 这不是工商 虽然我有工商过 我已经工商过二之国了 但这一次不是要讲工商的部分 这一次是要来聊这个二之国一上市 然后就被骂爆这件事情 这个我没有特别去解哪一则新闻 我只是呢 因为二之国他广告打很大嘛 然后他原本是6月10号要开服 甚至提前到6月8号 提前两天 我相信他应该是有目的性 想要趁这个大家在疫情 然后三级警戒的阶段 然后大家不太方便出门 然后赶快冲一波这个手游宣传 然后就早点出来让大家玩这样 可以冲一波 那确实 我觉得他确实有冲到这个人气 先不论说好的还是坏的 至少呢 你现在看这个巴哈 巴哈我觉得算是台湾相当有指标性的 ACG论坛啦 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有指标性的 那他昨日的哈拉版的人气呢 可是有30万了 那屌甩了第二名两倍 几乎快两倍啦 第二名是弹射世界 哎呦呦呦超过两倍超过两倍 第二名是弹射世界 也是近期非常非常红的手游 对啊 你看这个人气可以说是绝对是有啦 但究竟是好的人气还是坏人气呢 这次是另一回事了 那我自己先说我自己玩起来的感觉 其实说老实话 说老实话 我真的没有工商 现在没有 当时有 现在我真的没有工商 我其实还算喜欢 就是但是因为我只玩了很前面 那大部分的人说的问题 大部分都在后面 那我自己在前期玩起来 我自己觉得 呃就是在玩一个 呃画面真的蛮漂亮的单机RPG 那他的故事的感觉也算是 然后现在常看动画的人都很能 马上就能熟悉的感觉 就是就是SAO嘛 然后他这个这个SAO可能又带一点 他应该是真的穿越到异世界 然后但他又是以一个玩游戏的机制 进去这个世界的这样子 大概是这个主题吧 然后所以 其实以现代的 常看动画的观众来说 这是很容易带入一个主题 那加上他的人物画面真的非常漂亮 然后所以我就选了法师 他其实根本是枪兵 那哪是法师 然后他又花则香菜配音的香道不行 我光是前面玩那个捏人 就玩了四十多分钟吧 在那边想 不知道要什么头发颜色 什么发型眼睛这些 然后进去他的动画 我觉得也跑得不错 而且因为他的配乐是90厚 所以他的配乐是真的很好听 我是少数会带着耳机 然后玩玩手游 为了听配乐 所以这款我觉得他真的是在美术上 跟音乐上真的是一等一的优秀 真的是优秀 那其实你要说他是 吉普利工作室超刀 算正确 我觉得现在可能只算 只有算是原设定吧 就他的原本的这个美术的设定 然后还有这个人设啊 这方面的支援还是有的 但其他的动画制作 我记得是Label5这间制作公司 所以吉普利比较偏向一些 潜质企划的作业 那偏制作面的动画等等的 应该就已经是到 这个别间公司去了 所以但是你要说 他是吉普利风格 这个是没有错 他确实还是吉普利风格 因为这些前制作业都还是叫做吉普利之作 他还是要挂着这个名字 没错 不过其实我们应该都要有心理准备 就是如果一个游戏不断的主打他的美术 不断主打他的音乐 他可能就会有点问题了 代表他其他部分可能没那么优秀 那其实我玩起来觉得不错的点 就是我当下真的是蛮进入状况 在玩这个故事剧情的 因为很多人都在靠腰说 剧情那个不能跳 全自动的游戏 但剧情不能跳 然后又不能自动讲话这样 就不能自动跟角色对白跳 就是auto这样子 那很多人抱怨 但我是处于一个 我本来就在看对话 所以我就一个一个点 那可能刚好这一个point 就他刚好这个对大家来说 几乎是缺点的问题就没有达到我 所以我其实玩到现在15等 我都还是觉得蛮好玩的 我都还沉浸在这个状况 然后很多人就说 这个社群系统很废 然后我刚好又觉得 可以帮他拍照有滤镜好香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角色好香好可爱 然后我甚至很想要 把他弄他的时装什么的 所以我当下就是 至少目前书能玩得很开心 不过呢 我当然还是确实有去翻 他的问题所在 因为我就是一个充满的好奇心 想要了解各种状况的人 所以虽然我自己觉得还不错 但我会去理解到底 他的问题出在哪 然后所以后来发现呢 他好像差不多到 26等27等左右 好像是27等左右 我今天看这个 我们家淡淡哥的影片 说好像是27等开始 你会遇到这个游戏的难度超级大幅提升 然后如果你不课金的话 你几乎是过不了的 然后这个游戏呢 又非常的无情疯狂的逼你课金 一直丢这个 你升级了 要不要买一个礼包啊 之类的 这种东西到处都是 确实是蛮烦人的 那就是因为这种逼迫你课金的状况 所以导致玩家的感受非常差 所以现在巴哈啊 然后不论还是PTT啊 都有一张梗图 就是给无课新手的建议 点开来 然后是卸除二之国 看超级好笑 移除二之国 然后所以目前来说 二之国因为课金的这个问题 然后还有强制拉高难度 让玩家没有一个很好的游玩的曲线 所以导致现在被骂爆 然后再加上呢 一开始他其实没有透露太多 他的游戏玩法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 我觉得是G8也是聪明啦 因为他们本身一定知道 自己的问题所在 然后所以他们就是 故意隐藏自己的缺点 然后不断的主打 我们是这个吉卜力的画风 然后又就实浪的配乐 一直主打这个point 然后一直把这个 很像霍尔的这个建议 是秀给你看 让你觉得好香 然后就一直主打这部分 然后一直不讲游戏性 到底在玩什么 我确实啦 我真的也不知道在玩什么 然后所以进来才知道 其实说真的 我虽然就我说 我没有那么讨厌 玩起来的感觉 因为他真的 美术实在是让我觉得太舒适了 但他的玩法真的就是 我觉得像韩国网游 我觉得目前玩的韩国手游 玩起来差不多都是这样 我目前工商过 近期蛮 不说近期 大概几年 一两年前工商过 大概两三款韩国的手游 我其实 说真的 我都只能夸他的美术 我只能说他的美术很好 我真的讲不出他有什么 其他的优点 所以你就看我的工商 我整场就 这个妹子好香 天哪 这个角色真好看 哇 这个动画制作 做在游戏里面 实在太强了吧 我就只能夸这种点 但什么游戏性啊 什么的 我真的是一个都没有讲到 因为这些游戏玩起来 真的是87%像 反正你的角色 就是要点技能 点天赋 然后 然后装备要升级什么 888 就是基本上的那些 韩国网游的那一套 重新搬到手游上 然后韩国以前 他们就是非常大量的复制网游 所以玩起来千篇一律 我觉得从 以前开始 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啦 我觉得韩国就是一个 对于量产某一个东西 是非常强的 像大家都会说 中国很善于 复制你的东西 就他可能会 简单来讲 他可能是山寨你的东西 例如说像 元神 他可能取了这个 旷野之息的精华所在 然后还有一些日系手游的 这个RPG炼成的精华所在 然后合成一个游戏 然后变成原神这样子 那 他就是 很会复制你的东西 然后取息精华 然后韩国 我觉得很像是 他会 他有创造性 我觉得韩国有创造性 但他 创造出一个东西之后 他会无限量产同一个东西出来 这是我对韩国的一种感觉 就像是偶像一样 他可能 一个偶像类型成功 他们就开始量产这类型的偶像 然后他们一个游戏类型成功 他们就开始量产这个类型的游戏 就像以前为什么韩国网游可以 这么的泛滥 然后每一款玩起来 干 好像都真的差不多 所以我最终觉得 我觉得其实你玩过一款 大概就等于玩过 大概20款网游了 你玩过RO 你差不多跟 就玩过其他的 差不多 玩过天堂 你也玩过其他的 差不多都是千篇一律 然后 他这个模式 最后又演进到手游身上 但是他手游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是还是沿用了 网游 他以前网游的那些概念玩法 重新加进来 然后只是变成在手游上 虽然啦 我觉得 玩起来这个画面体验感 真的是不错 而且真的 其实我当下 有一个 另一个感觉 就是我真希望 这款游戏是魔兽世界 因为他给我的那个感觉 就是 哇你真的可以 在手机游玩上 然后看到这个地图上 真的很多其他玩家 然后风景很漂亮 然后可以去打副本 什么的 我当时还真希望 这个游戏是魔兽世界 当然如果魔兽世界 这么复杂的游戏 做成手游 肯定也是要 简化 可能也会变得不好玩 这只是一个 小小的随意想象 没有太详细的去想这件事情 那 我觉得 最后最终这个 二之国 还是成为了一个 标准的韩国网游 虽然它是日本的皮 但它实质上 是一间韩国公司 那其实这间公司 我记得 我刚才叫 怎么念 Net Barber 还是怎么念 它之前有出另一款 游戏 是七大罪的手游 那我觉得这间公司的 在画面上制作能力 真的是一等一的优秀 当时七大罪 那个游戏的画面 我看完我也觉得 这大概是我 最近看过最屌的一个 游戏的动画了 就是它游戏里面 全部用3D重新 重新做了 这个七大罪本身的 这个原本的动画剧情 这样子 重新还原 用它的3D建模去做 而且做的效果相当的不错 然后 所以我就觉得 这间公司在美术能力上 非常优秀 但是他们在 游戏性上 真的是 我不能讲零分啦 但就是 就是一个及格水准的感觉 我自己的感觉 然后所以 那个二之国 我当时其实 看到是这一家作的时候 我对游戏性 就没有抱太大的期待 所以最终的结果呢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 我真的没有抱太大的期待 对游戏性 所以我最后才不会觉得 太失落 然后所以很多 抱着很高期待的人 就真的很失落 这也有可能是一个 期望值的落差 也说不定 所以 如果呢 你有想要玩二之国 然后对于这个 美美的吉普利风格 感到期待的话 我觉得吉普利风格 是不会 没有 不会让你失望 我觉得这部分 他是真的有做到 那 至于你想要觉得 他是一个好玩的游戏的话呢 还是 再三思 你想要玩一个好玩的游戏的话 还是再三思一下 干 我突然 我突然觉得 我攻三过这款游戏 然后马上现在踩他一脚 我这样是不是有点不道德 算了 反正这件事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讲 我应该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唯一一个工商玩之后 还骂他 还说他不好玩的 我觉得我这是 我觉得我这算公正评论吧 没有到骂 开始想办法帮自己开脱 不是啊 那个 大哥如果你还想要 如果你还想要工商的话 还是可以找我啦 好不好 我已经算是好话讲得非常的踏实 也真心觉得有些地方不错的 如果二之国想要找我工商 还是千万不要吝啬 不要觉得 哎呀 这好坏坏 将我坏话 千万不要好不好 我们还是可以很友好的 谢谢 接着是我们下一则新闻 哇 下一则新闻真的是 超级大条 这个新闻大条到什么程度呢 超越这个月基亚重置的时间确定啊 月基亚重置 确定推出时间之后 我觉得这个也是 这几年蛮大条的一个新闻啦 那这件事我觉得大条程度也是差不多 就是这个 HoloLife的VTuber 同声可可要毕业了 那将于7月1号 就是做他的毕业的直播这样子 那我自己其实从当初是这个龙心事件 也就是中国人攻击这个 这个同声可可 然后还有刺警新的这件事情 才开始比较有注意到HoloLife 那我相信台湾应该也有一部分的观众是 因此开始注意HoloLife的 那所以很多人第一个注意到的应该也是同声可可 所以这件事情对 就算不熟悉HoloLife的人来说 应该多少也会有一点感觉 就是大概有知道这件这件get到一些事情这样子 那我自己差不多是从大概前几个月 应该一两个月前吧 我一开始是莫名的喜欢上大空卯 这个也是HoloLife的VTuber 当时喜欢大空卯是从PTT的 这个大家很多在开串 就是在讨论这个 好像是这个船长他用大空卯的推特 然后发一些很女性像 女性化的一些发言跟照片 然后因为大空卯本身是一个 比较男性气质的路线的一个VTuber 然后他发一些比较很可爱的图片 然后比较女性化的发言 然后就做了一个一系列的推特发言 然后这个系列就被大家称为 这个Mesbaru 那Mes就是雌性的意思 雌性的动物的意思 那就是母的雌的 然后Sibaru就是大空卯的卯 然后他把Mes跟Sibaru合在一起 变Mesbaru就是母卯 所以我当时被这个母卯的这个系列的贴文 这个算是有一点煞到 因为他这个突然的转变 有一种Doki Doki的Feel 然后所以我就开始关注大空卯 然后觉得他这个皮真香 然后后来呢 开始发现大空卯是一个声音 跟我想象中落差 有一点有点大的一个VTuber 他声音比较难以形容 要说他是鸭子好像也是可以 对总之 但是呢 他这个鸭子声线呢 这个听久了 习惯了之后又开始觉得还蛮特别的 然后有时候的这个反差萌 就很打到人 所以我就开始发现 完了我原本只是想说 我只是要稍微关注大空卯的图 然后最后我发现 抱歉我已经 我只能承认我现在还蛮喜欢大空卯的 然后就开始看VTuber 从大空卯开始 然后后来呢 有一次 因为我会看一些烤肉的影片 相信大家一开始都看烤肉影片 虽然我后来都是直接 就是他没有开台 我就会挂着随便看 然后但是通常想要理解一些比较 日文比较复杂一点的内容 我还是会看烤肉影片 然后有一次呢 我就注意看了一部 就是 同生可可的迷鹰时间 那他的这个 这个迷鹰的时间呢 他就会找 这个其他的Hololife的成员 跟他们 跟他一起直播这样 然后有一次就是因为 有大空卯的迷鹰 他跟这个同生可可联动 然后所以我就特别去看 大空卯跟同生可可联动的这一集 那因此呢 也从这一集 开始感受到同生可可的魅力 觉得他就是很可爱 然后有一种 好爽好放的感觉 然后他真的是蛮有一种 大姐 大姐头型的这种气质 然后加上他的英文 英文很好 然后他常讲 motherfucker的这个 这个爽感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而且他也真的是很有梗 他之前用这个 鸭鼓做成的 这个就他们的制作人鸭鼓 然后做成 可以发声音的 这个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反正他可以用 鸭鼓 类似初音的 这个 把他的声音一个一个拼出来 然后让他讲一些话 可以让 让鸭鼓骂发Q 或是motherfucker之类的 或是截取他一些对话 然后他用那个装置 应该是网页吧 或是一个软体 然后来跟他自己做互动 然后来看些迷因 我看到那一集 我真是笑到烦掉 所以我从此之后呢 也算是蛮关注到同生可可的 然后但是最让我觉得 干我要 我要这个 成为同生可可的粉丝 我要订阅他 我要看他的台 有一个很大的关键 就是有一次有 我不确定是SC 应该是SC吧 就有问同生可可说 如果能复活一个人 你想要复活谁 然后他讲了一个名字 我非常的惊讶 那就是金敏 金敏是一个 我非常喜欢的日本动画导演 但他也算是英年早逝 他40 应该50出头就过世 非常的 就是现代人的年纪来说 其实是非常年轻就过世了 那他当时还有作品还没有做完 做到一半就走了 那他是一个 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动画导演 他这个你不要觉得动画导演可能 他可能就只是在这个圈子 有一席之地而已 并没有 他在电影业界也是享誉盛名的 这个克里斯多夫诺兰 就是全面启动的导演 他的作品也是深受他的启发 然后还有像是这个 以前蛮有名的一部电影叫 黑天鹅也是受了这个 他的蓝色恐惧这部电影 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厉害 非常有名的导演 那同声科可以讲出这个人 整个是让我觉得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太有品味了 讲出这么好的一个回答 然后当然这很大的一部分是实情 喜欢这种东西 反正就这样 很多的实情在里面 所以我才开始订阅同声科 然后开始会在他开台的时候 然后去追他的台 然后也觉得虽然有时候听不懂 他也讲说 因为我日文终究是没那么好 但听他这个 蛮清脆的讲话语气 然后很好爽的感觉 听起来也很快乐 所以我确实也在近期 是蛮喜欢同声科科的 所以在今天看到 这个同声科科要毕业的消息 我是真的是蛮震惊的 因为其实是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迹象 因为其实他前一阵子 也才刚出新一而已 然后加上他最近的联动 什么的也都很正常 甚至因为之前的 我自己的感觉 因为之前的龙星事件 可能造成了 可能不想要 Holo Life这边 可能不希望他跟EAN这边做联动 我自己在 我自己的通灵 我自己的通灵 是这样觉得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 Holo Life有刻意不让他 跟EAN这边做联动 但他前一阵子才跟 这个Kelly做过联动而已 所以这个时候 也让我觉得说 他们当大概 我觉得Holo Life 大概已经开始从 这个龙星事件的 的这个问题中 开始走出来 他们也走出这个 像他们 Holo Life也是全面退出了 中国的市场 然后他们现在 EAN也发展很好 然后又发展了 这个印度的 是印尼 还是印度 对不起 我的英文真烂 反正他们也有发展 发展别区的 这个VTuber 所以就感觉到 他们开始在 拓展他们市场 然后也开始放弃 中国市场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 应该是稳定下来的 没错 然后所以 这个通胜可可的 毕业才真的是 让人觉得错愕 他我虽然有些人说 这个感觉 迟早会发生 之类的 但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我自己的感觉 是没有志向的 因为我这一阵子 都有在看 所以会觉得说 才联动过 然后才换过行李 突然 这个下个月初 就要毕业了 是真的蛮突然的 我今天早上 看到这个行李 原本还半梦半醒的 原本想说还要再睡一下 稍微划一下手机讯息 一点开来看 哇操 是什么东西 我直接下行 直接睡不回去 对吧 那 其实当时我自己就有 讲过 只关于 龙心事件 这件事情 我之前有 在我的游戏频道 也有Podcast节目 有讲这一期 那其实我当时的 对这件事情的想法 就是觉得 Holo Life应该 也许不能近期就成 就做到这件事情 但我觉得他们至少要 慢慢的退出中国市场 呃 我并不是觉得 中国市场不能做 中国市场好坏坏 这件事情 而是 呃 以一个要 有 他的旗下有非常多的 直播的艺人 需要做 呃 长期的这个 跟大家聊天啊 口语的直播 甚至玩游戏 那其实很容易 你没办法确定 谁会踩到 中国的雷点 因为中国的雷点很多 这个相信 大家都可以理解这件事 大家都知道 那 你可能今天 你只是玩游戏 但这款游戏的制作人 可能有 呃 支持台湾是一国 之类的 他可能有过这种发言 那你玩这个游戏 你可能也变台独 你 但是你可能 在玩的这个VTuber 根本不知道 然后你就被 啊 被这个中国的粉丝攻击 也说不定 那所以我觉得 各个地方 你都有可能踩到 中国的雷点 啊 简单来说就是 我们人生 有三个阶段 一个是出生 最后是死亡 那中间呢 是辱华 这是你迟早会辱华的 就你不论是 哪一国的艺人 你只要是非中国 哎不对哦 其实你是中国人 你是中国人 其实也很可能会辱华啦 其实也不是只有 非中国人 其实蛮多中国人 也不小心辱华的 哈哈哈哈 要不辱华 好像真的是有点难啦 对啊 所以更何况是 Holo Life这样 长期要实况 要聊天 要跟观众互动 对 你可能就算 你把台湾变成禁剧 你也还是可能 不小心在某个地方 踩到中国的一点 加上 呃 这个 中国伟大的党 也是朝令夕改 朝令夕改 今天可能对你的 这些 日本来的 Holo Life 是这个态度 然后可能 过一阵子 是另一个态度 那你可能 会很立即的 造成你公司 亏损 那其实 虽然你要说 通常 进中国这个市场 赚钱 就算你是 被骂的出来 你通常应该也是 赚的 不错了 然后才出来 通常是这样 所以我相信 大部分 进中国市场 有逛一圈 再出来的人 都没有亏到 甚至是被骂出来的 应该都没有亏到 但是 因为其实经营 直播 经营这些 不论是YouTuber 直播 这类网红 其实 要非常认真的 去维持这些 直播 直播组 实况组 然后网红 YouTuber 的 SAN值 就是这些人的 SAN值很重要 SAN值是一个 比较笼统一点的说法 因为它是 这个 COC 这个TRPG的游戏的 一个值 简单来讲 很像是维护 他的心灵健康 心灵健康 因为如果你今天 公司长期在 中国工作的话 那 你的其他的艺人 可能会 受到影响 可能会有压力 可能会怕说 我今天会不会 今天A受到影响 会不会 中国粉丝 烧完A 再来烧我 我可能会突然 莫名也被烧 然后或者C 突然莫名被烧 就是其他的人 也都会 一起产生 一些压力在 我相信一定会有的 那 要降低这些 我觉得 虽然进去 这个市场能赚钱 但也可能会 造成你 整间公司的 一人 集体压力上升 那我觉得 这其实也是一个 偏危险的一件事情 至少 以我的看法 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HoloLife 不论是 什么情形 它都应该要 全面退出中国市场 才是 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那所以目前看下来 其实我觉得蛮意外的 它很快就 把这个 跟中国市场 切割干净了 不论是在 这个HoloCN 就是他们原本有 CN部门 就是中国部门的部分 还是说 原本有在 B站 有频道的一些 HoloLife的成员 也都 很快速的 就撤出了 我觉得以我的角度 算是都蛮快速 就搞定这件事情 整体上 我觉得算是 真的蛮 快的 因为我原本以为 这件事情大概会要到 他们应该是有跟B站 签一些合约 然后要慢慢的 退出这个市场 我猜他们可能是 赔了违约金 或者是他们有谈好 就是怎么样 然后最后就退出 说不定 那至少 快速的退出 我觉得这件事都好 加上近期的迹象 看得出来 HoloLife 目前应该是跟中国 做了蛮大量的切割了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 都是好的状况 所以这个时候 童笙可可的毕业 跟中国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吗 其实大家最主要都在讨论这个 跟中国有直接关系吗 我其实自己觉得 应该说是童笙可可 个人的想法 我自己感觉 因为以公司的角度来说 你现在好不容易 跟中国都切割好了 然后还有就是 童笙可可是 他们公司SC 一直维持在顶尖的 这个VTuber 简单来讲 他是公司的台柱之一 这个时候 在你失去了中国的 这个资金以后 你还要砍掉自己手上的 这个台柱 我觉得是一个 蛮怪的一件事情 是我自己觉得 应该比较不是公司所为 因为如果你要切 这个时候切 我觉得也很怪 因为当时 你都没有被 这个中国粉丝弄倒了 那为什么要在这个 好不容易站稳脚步的时候切呢 所以我个人 比较倾向不是这个原因 那所以我只能说 我比较感觉是 可能是童笙可可 自己想要 离开也说不定 那 其实我必须要说 做YouTube这个行业 不论是直播还是 或者是其他Twitch的 实况组等等 只要是在这个行业里面 大部分人都会有忧郁症 那尤其是你找到顶尖的时候 越顶尖的人 这个忧郁症是伴随着 现在你破百万枚忧郁症的 真的是少数啦 真的是少数 所以我在想 会不会童笙可可在 这一段期间 遭受中国粉丝攻击的期间 造成了他的压力 甚至觉得这些中国人攻击 其他的 whole life的 造成其他成员的困扰 这件事情也给 童笙可可压力 那可能造成他 可能 心灵上 可能有 比较大的压力想要退出 也说不定 那 我只能说这个公司 真的是没骂 比较困难去处理这件事 我相信这个 公司已经把 能切割的这些事情 我觉得应该是都做 可是我个人比较倾向于 公司应该不会 主动叫童笙可可离开 所以我比较倾向于 可能是童笙可可自己的 看法 那我觉得 心灵上的压力 可能是一个点 那其他的 心灵上压力也会造成 可能健康上的问题 等等的 然后加上说真的 以他的 抖内量 就算抽的很多好了 这个抖内量 应该也够一个正常的人 过一辈子 已经财富自由了 所以 一方面他的收入已经足够了 一方面可能 健康上 也可能因为心灵上 或是 长期的直播工作上 造成一些健康问题 所以想要退出 这也是一个可能性 那 剩下的就是比较偏向 例如说他 也有人说什么结婚啊 这种就比较难推测 那可能其他这个项目 我们就比较没办法推测 所以目前我可能整出三 我自己想可能三个方向 一个是公司退 那这个我觉得比较不可能 一个是心灵上压力 一个是健康状况 那这其实算一个 我觉得大致方向 我可能比较倾向于这两个 也说不定 那 当然这些也都是通灵而已 我相信以日本的公司 日本的公司的风格 比较 保守 不太会讲太多一些 私人的 私下的资讯 那 所以目前如果 说同生可可 没有 不能 他自己表明是 退出的原因 不能明讲 那他自己这样讲的话 我相信 应该是没有办法 从 别处得到 太明确的资讯 那剩下就只能通灵而已 那目前呢 多数人的通灵方向 大概都是 Cover想要回到中国市场 然后所以才把同生可可 毕业这样子 那这个说法呢 其实我觉得会流行 是因为 有一个日本的YouTuber 他有爆料这件事情 就是爆料同生可可 会毕业的事情 然后有 感觉比较巨细迷移的 在讲 就是 例如说同生可可 遭到Cover的冷落啊 之类的 那 这个比较是 这个也是 蛮通灵八卦的啦 那 有一部分的人说 这个人讲的可信度 并不高 但也有些人觉得 这次讲的 很详细 所以蛮有可信度的 那这部影片 也确实强化了 蛮多人认为 Cover要回到 中国市场的 这个想法哦 那此外 我这边在提供一个 我朋友的通灵 我觉得 他通灵的 还蛮有意思的 然后我觉得也不能说 没有可信度 因为我觉得 他讲的算 有点逻辑 这样子 那所以 这个边 分享他的想法 给大家听一下 那我有经过 我朋友的同意啦 那我朋友的想法是 他认为 这个同生可可 是想要自己出去 开一个新的箱 就是开自己的箱 这样子 那 那 他认为 原因有几个 那 第一个是 天使后来有 开台安抚大家的情绪的 杂谈里面有提到 那如果以后 观众和Holo的成员 都不能提到会长的话 会觉得很难过 那 肯定有一个理由 让会长会觉得 可能以后不能提起会长 那这个最大的阻力 应该就是中国的因素 那这个就跟 这个其实就跟 大家的想法一样 可能比较倾向于 中国的原因这样子 然后第二个是 同生可可 可能想要 防范 中国这边的一些 骚扰性的攻击 那所以 碍于公司 就原本的cover 没有处理经验 然后 可能处理的比较缓慢 那这个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然后所以是后来 我记得是 同生可可自己 给观众板手去处理这件事情 才把它处理掉的 那因为这件事情呢 也让同生可可 扛了很多 压力非常久 那也因为这样子 不敢跟别人联动 怕影响到别人 那cover有公司的框架 很难处理这件事情 那如果呢 同生可可 自己本身主导的 箱或是公司 就比较有可能 比较快速的处理这件事情 那第三点啊 就是 同生可可本身的 尺度是比较开放一点 那跟Holo本身的策略 可能是有一点出入的 那Holo目前没有想要放弃 就是偶像这条 虽然我觉得 雅骨的偶像梦 应该是粉碎了啦 但可能cover多少 还是有点这种方向 比较 不会到那么放荡一点 说放荡这个词 对了吗 比较开放一点这样子 那或许会长 他自己本身 是有比较多的想法 或是计划 那可能能碍于 这个cover的尺度之下 Holo的尺度之下 比较难去实现 所以他可能会比较想要有自己的想这样子 然后第四点呢 是这个同生可可的惠师妈妈 他有暗示 他不能透露太多 但是说再见 为时过早 那这个是他发的推特 在他的推特可以看到 所以这个推特确实是 有点引人想想想想想 如果光看说 但是说再见 为时过早 可能是因为7月1号才是正式毕业 现在说再见 可能有点太早 也说不定 但是他又加了一句 他第一句是说 他不能透露太多 他不能说太多 那这句话就真的蛮引人想想的 所以 好像有一点点可能性 那第五点呢 是他在 6月9号的杂谈 有提到 就是同生可可有提到 他会在另一个世界当一个巨星 那这个杂谈呢 是 他的杂谈近况报告 这一个直播 那是6月9号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在 21分14秒的地方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他那段是讲英文啦 但他那段英文讲的蛮简单的 应该多数人是可以简单听懂的 然后第六点是 一些现实的考量 其实离开Holo Life 不论是对公司或是V本身 其实都是有损失的 那为何最后双方会选择这样的结果 并承受这个损失 那肯定是 有一些地方是谈不拢的 可能是待遇或是支援的问题 我相信待遇应该还行吧 我不确定 那可能是我觉得 可以感受到一些支援上 可能 同生可可应该有感受到 不太满意吧 然后或者是说 他可能一些企划 比较难在Holo Life实现 那Cover会有 Cover自己本身的思考的方向 那 同生可可自己也会有 那 在能够接受这样损失的状况下 会长选择毕业 那一定是有相对好的东西 值得同生可可去追寻 那我的朋友他是这么认为啦 那所以他最后才会选择离开Holo Life 综合以上观点来看啊 我觉得我朋友这个通灵文 也不是在胡乱瞎通灵的 光是这个 他在这个直播上 讲的这句话 然后还有这个 惠斯妈妈的推特 哇就引人充满了各种遐想 那同生可可 究竟会不会重新回到这个舞台上 我们并不知道 但如果最后真的是这样子 我自己其实是 蛮高兴看到的 因为我相信哦 以同生可可本人自己的实力 一定能重新在这个舞台上 发光发热 好 那以上呢 就是这个我们近期的新闻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最近还有什么有趣的新闻 或者你觉得大事件 我没有聊到的 你也可以分享给我 那我有空的话 或是那个时间没什么大消息 我需要早一点 比较旧一点点的消息来讲的话 你也可以 我也会拿你的一些 可能你推荐的一些消息 我来一起放在下一期节目 聊聊看这样子 好那接着呢 是我们本周的小小的主题啦 那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 顺应一开始的新闻 就要来聊宫崎骏的作品 因为刚讲到二之国 那我们现在就聊宫崎骏这样子 那宫崎骏的作品 有时候大家会直接把吉普利工作室的作品 都归类在宫崎骏身上 但其实也不是 帮宫崎骏制作动画的 这个公司叫吉普利 那他们其实有时候 导演也不一定是宫崎骏 有可能是像他的儿子叫 宫崎悟朗 然后或者是高田勋 也是他们的另一位导演 那其实我觉得高田勋的风格 跟这个宫崎骏算是有蛮大的一个落差 我觉得宫崎骏算是一个能兼顾 幻想与市场的一个人 他知道市场的需求 然后但他内心有一些想法 但他不一定会去完全顺应 自己内心的想法 他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看的 然后适合大众的东西 所以他有时候会为了符合大众去做一些调整 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他的作品也不完全只是一个自爽的作品 那我觉得高田勋的作品呢 更贴近人心一点 然后更加写实一些 像他之前做这个 《义儿时点点滴滴》 他其实就是在一个回忆小时候的一个故事 那他就是我觉得是蛮 他里面的一些内容其实是蛮 碰触到人的内心的 他的作品是蛮有这种味道 然后还有像 我印象中《萤火虫之木》好像也是他的作品 对他的作品比较 应该不能说是完全走这种 很开心的故事 好那高田勋他的作品 他有一部我自己蛮印象深刻 因为其实是我比较后来才看的 其实小时候也看过 但没太大的印象 就是《平成离合战》 那《平成离合战》他其实是一个 也是蛮现实层面的作品 他虽然是以这个狸猫啊 会变身成各种样子 然后可能生活在人间 然后或者是以各种形式 默默的存活下来 但他其实都是在讲说这个狸猫的 这个算狸猫吗 算了这个是叫狸猫 应该是叫狸猫吧 还是浣熊 狸猫 他们的生存空间被人类越来越线索 就是砍伐森林啊等等的 然后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偏向自然的议题 但是最让人觉得 我觉得这个作品其实有一点点大人的味道 就是他最终也不是一个让 就是这些狸猫打败了人类还了我们土地之类的 不是这种快乐的结局 我这个结局也蛮让人 就是如果你认真感觉的话 会觉得有一点点惆怅 因为其实他们也没有最终什么赢得了赢回大自然啊什么的 他就是一个不算很有结果的一个故事 那其实也就相对的就是在表示说 这些狸猫最终还是要继续被人类剥削他们的土地 就觉得其实有点可怜啊 就是以这个动画来看 所以我觉得他的作品 其实都没有很适合小孩子看 所以我觉得吉普利工作室 是靠这个 这个 宫崎俊导演 在撑着这个大众的市场 那这个高田勋 他其实比较撑的是一个 比较小众 比较成人一点 比较内敛一点的这个 比较文青一点的市场这样子 所以两个人 走着不同风格 但我觉得其实 高田勋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位导演 其实有兴趣的话 真的可以去看一下他的作品 不过呢 今天呢 我们主要还是要讲 宫崎俊导演啦 那宫崎俊呢 他有一个相当 相当有名的一个 称呼 也不说称呼啊 就是被他儿子念过一件事 就是他是100分的导演 但零分的父亲 就知道他们两个关系是非常非常的恶劣的 但宫崎俊确实相信大家都能认同他是100分的导演 其实你现在重新去回味这些作品 都还是会觉得真的是很好看 那零分的父亲的话 我觉得一方面是他可能相对没那么照顾自己的家庭 另一方面是他对他儿子也真的是非常的严苛 有一次我看他们的纪录片 那其实也在讲说这个他儿子宫崎悟然要做地海战机这部作品 然后当时因为他儿子第一次导电影 然后所以宫崎俊其实一直还不看好这件事情 那是他们的制作人林木敏夫叫他去做的 然后后来 呃当时他们真的制作出来之后 然后就会有一个试应会吗 然后宫崎俊进去看 他看了一半就出来了 然后他就直接说很糟 哇操超级不给面子 他对他儿子也是很严苛啦 我觉得这也是他身为一个 这种大导演的一个职人的精神啦 对动画他一定会抱持着严苛的态度 我自己是这样想的 所以我自己也 我不会把这个完全解读成他是一个很糟的爸爸这件事情 虽然可能对自己儿子多少还是要有一点点鼓励 但我觉得这部分公归公私归私啦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然后后来他做的第二部作品 就他儿子做的第二部啦 就来自红花版 我也有看 我觉得还是没那么好看 因为地海战绩我也有看 我觉得真的是蛮难看的 连原著作者都说 不希望大家认为这不是地海战绩 超级惨 连原处都这样喷他 那 来自红花版 虽然公其俊他有看完 他好像有说 他觉得还行 但是我自己看完觉得 好像还不是很行 我自己觉得还是偏门啦 没有到很好看 所以公其俊在这方面也是蛮著名的 非常严苛的一位导演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讲这位 长得像肯德基爷爷 但是非常严格的这位导演 他的这个 从他的初期到他的巅峰到他的结束 这三部曲 虽然 好了当时的结束 因为你知道这个人就是 我要退休 我要回来 我要退休 我要回来 一个七进七出的一个男人 随时你都不知道他是 是介于这个退出还是这个没退出之间 所以目前他退出之后 我们先暂定在风起 那我们今天呢 先从这个风之谷开始聊 那风之谷呢 他是公其俊的第一部原创的电影 其实当时他得到相当不错的回响 那你知道吗 这个福音战士 这个EVA的导演 安野秀明 他当时也有参与这部制作 然后他中间也画了一个这个巨神兵 然后应该是我记得是喷光束 然后炸毁对方的画面 然后这个安野秀明导演 他在泡妞的时候都要跟妹子说 嘿你知道吗 巨神兵那一段是我画的 你就知道 这当时是回响不错 居然敢在泡妞的时候讲 他有画这个动画 也有可能是他不会泡妞 谁才讲这句话 呵呵呵 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点 好总之呢 可见他是相当的有名 这当时 那当时这部作品的成功呢 也促使了吉普利动画公司的成立 所以原先 其实他这部作品 严格来算 当时还比较吉普利的 制作公司制作的 那他一开始呢 他的在制作上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光崎俊指导这第一部电影 是鲁邦三世的第二部剧场版 那当时日本的电影 其实正逢这个科幻片 兴盛的年代 那公崎俊的风格强烈的 不同于 当时不同于这种科幻风格 然后再加上 这个鲁邦三世跟以往的鲁邦三世 在公崎俊笔下 就是也产生了一些差异 大家都说这个是 比较胖的鲁邦三世 在公崎俊的风格之下 那但其实也有很多人 评价说这部的鲁邦三世 风格是相当特别的 不过 以当时 公崎俊并不红 然后又把鲁邦三世 改造成一个 他们并不是那么熟知的 的模样的情况下呢 得到了蛮差的评价 然后造成了这部的票房呢 只有前一部鲁邦三世的 剧场版的一半哦 然后这也造成了公崎俊 在业界三年没有工作可以接 哇你敢相信吗 这个超级大导演 居然三年没工作可以接 那后来呢 当时是这个漫画杂志编辑的 林牧敏夫 那他也就是未来吉普利的首席制作人 那他当时在漫画杂志编辑的时候 得知了 他的本公司德尖书房有意愿 要整合这个影音媒体创作的想法哦 那德尖书房如果你 这个常看吉普利的作品 就会常看到他们在 他的一些公司logo 就是放一些吉普利啊logo 之前也会出现一个logo 就是德尖书房 那他其实也就是 吉普利的出资者这样子 那他也是促成吉普利工作室 出资的这个出版社这样子 那他所以他们当时是有这个想法 要做这个影音整合媒体创作 然后就请公崎俊制作一份电影企画 来给他们公司 那这个计划后来被退回 是因为当时这部电影是没有原作的 这样没有稳定基础 其实如果以我们现在的角度都知道吗 如果今天一个新番播出了 你是原创番 你肯定会缺一点人际 因为大家不知道 你是哪一部动画漫画 哪一部漫画哪一部小说改编的 你一定肯定要有个漫画或小说 你才有一定的这个人气基础 你从巴哈随便看一下 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件事了 那这个道理至今也是通用 那所以原创动画boss 几率就是比较高一点 所以当时公崎俊就在他们的漫画杂志上 连载了风之谷这部漫画 所以风之谷呢 他原本是漫画的 那在连载一年多之后 在林木敏夫的各方协助下 风之谷的电影就才促成才开始制作 那所以说这个林木敏夫啊 他可以说是公崎俊的伯乐 如果没有他 就不会有吉普列的这么多精彩的作品 那理所当然的这个风之谷连载就修刊了 电影则是基于漫画的前两集的内容去做改编 风之谷他讲述了一个被浮海这种细菌构成的森林覆盖的世界 然后人类变得很难生存啊 因为浮海会散发毒气 然后还有变异的巨虫啊 就是志祺七七非常喜欢的这个亡虫啊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虫这样子 那风之谷呢 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国家 那虽然人类的生存已经很严峻了 但人类还是要打来打去 非常符合人性啊 我们再小再严峻都还是要打仗 不会齐心协力这样子 那为了争夺毁灭的这个文明的古代兵器巨神兵 那各国发起了争夺战 刚好就波及了这个风之谷 那熟悉浮海生态的这个善良的风之谷公主 那乌西卡那为了解决这个危机展开了一连串的冒险 那虽然风之谷是这个1984年的作品 但在现在来看 他其实还是一个品质非常精良的动画 他世界观相当的丰富 有的高科技的飞船啊滑翔机啊 然后古代兵器啊 王虫啊国家战争啊 站在短短了两个小时 把这些庞大的设定展现给你看 但他又不会流于就是 啊都在解说 哦我们这边有这个机器人 然后有这个王虫 不会全部都在讲这些 不会一个一个用旁白啊之类的讲给你听 他是很流畅的演给你看 不会流于一种肤浅的解说这样 不流于这种肤浅 那他除了传达这种比较偏环保的概念以外 整个故事有一种环保概念啊 那但其实呢 我觉得很强的另一个点 是女主角纳乌西卡 他的人格魅力是非常的迷人的 就如果你现在重新来看的话 他这个坚强善良 然后愿意拯救他人的冒险 然后伸手矫健 然后又很会开这个滑翔翼 在这个崩坏的世界中他有各项 所需的技能哦 那完全体现出一国公主 还有一个冒险者的契机 可以说是这个公祈骏的作品中 最厉害的女性也不会过 那其实这个我觉得也算是 给这个公祈骏的作品定下了一个基础 在后来吉普利的作品中 也几乎都维持这种坚强跟善良良的要素 那这些作品中的女性通常都是 充满了这两项魅力 那我觉得也彰显了 也算是一个公祈骏作品的独特的魅力之处哦 那接着呢 那他后来在风之谷成功之后 还有出过许多作品 那我要说他的巅峰的话 就是公祈骏的巅峰的话 相信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不同的答案 像是我的话我可能觉得 魔法公主 可能是我觉得 这个公祈骏最好看的一部作品 那也有可能会觉得是霍尔移动城堡 其实我也蠻喜欢霍尔移动城堡 那要说公认 就是有一个 比较公平 一个比较大家公认的一个评价 是他的巅峰的话 就是神隐少女 我相信应该 这个是大家都只能认同了 因为这部得过奥斯卡奖 得过奥斯卡奖真的是美话说啦 那在公祈骏的无数作品中 相信大家都有一个 心中最好的一部 那既然得过奥斯卡奖 那我觉得就是 没得说 那全亚洲最厉害的 动画最厉害的日本 除了吉普利工作室外 其实也就只有 士田首入围过一次 那 我记得是未来的未来这一部 那近期最红的这个新海城 我记得应该是没有入围过 应该是没有 那 得奖的 唯一得奖的一部 只有神隐少女 所以这个奖项可以说是 直接帮公祺俊定了这个 在日本神职的地位 因为你在日本 就算鬼灭之刃 现在卖的也比神隐少女高好了 他还是没得过奥斯卡奖 所以我只能说 你在这个动画大国 你找不出第二位拿过奥斯卡奖的 的导演了 所以这个地位是永远无法动摇的 直到第二个人出现为止 那虽然神隐少女被吹了这么厉害 但实际上他的故事其实是 比较隐晦比较难懂的 其实我当时小时候看也 也觉得 好像也还好 没有很懂 那我简单讲一下他的故事 其实有讲述少女千寻 她们一家人在搬入了新家的路程中迷了路 然后悟闯了这个神怪居住的异世界 父被变成了猪 然后在神秘的少年白龙的协助下 千寻跟澡堂的老板汤婆婆定下了工作契约 一边在澡堂工作 一边寻找着将父母变回人形的方法 然后离开这里 那就我说的 小时候你有点看不懂 然后其实像以前的那种龙猫 或是魔女宅积变 其实都很简单就可以理解 或者是魔法公主 其实就是 你这样看不懂她的一些比较环保的剧情 你也会觉得 哇这个叫阿喜达卡 应该是阿喜达卡吧 也是非常帅气 这个主角 这个应该算是 宫崎俊的作品里面 我觉得最帅的一个 我觉得比霍尔还帅 她真的超man的 那以十多岁出头的我来说 应该是十岁吧 我印象中 这个神女少女 真的是 没有她很喜欢 但其实长大之后重温 其实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千寻其实在故事 她是一开始是一个比较 内向 然后没有干净的一个少女 她踏入这个鬼怪的世界中 她 学习去生存 那其实 在我们的想象里 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小女孩 你要进入这样的世界是 有点可怕 然后有点难以生存的 但就迫于这种压力之下 她没有得选择 然后只能拿出勇气 拿出行动力 然后还有努力 然后在她这个行动力 跟努力之下 渐渐的一切困难 其实都慢慢的被 这个小千 也就是她后来 被拿掉了一个字之后 变成小千 慢慢的抚平 那今天你就可以看到 她这个人物的成长 那其实最让我觉得 其实蛮感动的一件事 就是 在白龙受伤的时候 小千她会愿意主动冒险 去找钱婆婆 然后还有希望是 无恋男她 在闹汤污的时候 她也直接就是 敢一个人进房间面对她 那其实这两个点 都能鲜明的感受到 这个人物成长 那要在这个短短的 两个小时内 你要做出这个 自然鲜明的人物成长曲线 其实不容易的 而且是相当的流畅自然 那这也正是这个 龚崎骏大师的厉害之处 那在这个 丰富的奇幻故事中 有着鲜明的人物刻画 以及精彩简单的剧情 但这一切 发生在一部电影内 是真的不容易的 那风之谷的 纳乌西卡 她选择用性格 已经完整的 坚强的少女为主角 那神隐少女 她是选择一个 内敛朴实的千寻 慢慢成长成一个 坚强的少女 那这样的成长 是相当的温暖 然后激励人心的 然后最后她从 诸中选出自己的父母 这一段 她更是把所有的这个 环节 扣合在一起 做了一个非常简洁有力的结局 一方面 是 契合了这个陶尾呼应 就是她最终要走到这个结局 另一方面是 你看了千寻的这么多成长 然后最后她一路成长到 她能 看出她的父母 而且另一方面她也都有一直 因为白龙一开始就来带她看她的父母 所以她可以说是一个 环环相扣的一个环节 简洁有力的 一个完美的结局这样子 所以我在 重新回忆 神隐少女这部作品的时候 其实每次看 都是每次更加钦佩这部作品 确实是一个奥斯卡级的神作啊 好 那经过了这个奥斯卡的巅峰之后 那最后就要到她的这个 暂时的这个 结束之作 就是《风起》 那这位萝莉狂热者呢 也就是最喜欢用少女当主角的爷爷 这个 这个宫崎俊老爷爷呢 少数几部作品是以男性为主角的 像是红朱 或者是 啊 魔法公主不算 霍尔一定用城堡 算是霍尔是主角 还是 这个苏菲是主角 好啦 这总之呢 她大概少数几部作品 是以男性为主角的 那《风起》是其中一部 那 那《风起》这部作品呢 是 其实就是一个很纯正的日本职人精神 一辈子专注一件事 那只要她还能动 她就会坚持做下去 现在她都80岁了 然后还要继续做动画 这样需要大量体力的工作 是相当不简单的 其实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看一下 公秦性的纪录片 我记得 在NHK 可以免费收看 而且是有中文的 那 可以去她的网站收看啦 那 其实有讲到 她其实握笔的力道 是越来越 轻了 越来越握不住笔 然后所以她需要选用 不同颜色的签笔 我忘记是要选 更 深的还是怎么样 她才能比较好画下去 所以她已经影响到 她身体确实已经受到 年龄蛮大的影响 导致她 在 制作动画上 没有办法 像以前的那么 那么自由 那风奇她的故事呢 是描述日本二战时期 最知名的 零四战斗机 的这个设计者 枯月二郎的人生 那她描写了 对飞机充满 向往的航空宅 梦想设计出自己的飞机 在爱情的力量 与坚定的努力下 用尽一生 完成她的梦想 那 其实我觉得啦 风奇并不算 并不算是一个 好看的电影 那这个好看 其实不是说 呃 是指 容不容易看下去 并不是说 我觉得好不好看 是 那容不容易看下去 大众 会不会看得下去 会不会不喜欢 那如果 这不是 宫崎俊的电影 然后不是她 最后一部电影的话 我必须要说 她很难有这个 票房的回响 那就如果刚才说的 我认为风奇 她不算好看 她整体的故事 是相当的 沉闷 那她很 平凡朴实的 在描写一个主角 一步一步的努力 在改良飞机 那主角她性格 其实 也很平淡 你不会 觉得她像是 那个 战斗公主 或者是 帅气的 这个阿喜达卡 这样子 或者是这个风流替堂的 这个 这个 霍尔这样子 她就是一个 专注 然后沉默寡言的一个飞机宅 她帮她配音的 也是刚刚有提过 这个大名鼎鼎 新世纪福音传世的导演 安野秀明 那她声音配的也是 很平淡的 真的是很平淡 但说真的 她找她真的是 不是真的一个 不是乱找 她其实还蛮适合 这个平淡的飞机宅的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另一部作品 叫秦之宴 她是一部日剧 她也有漫画 她其实在讲这个 有讲到安野秀明 她在读艺术大学的 的时候的这个为人 真的就是一个 怪怪的阿宅 这样子 那所以说风起这部电影 她就像是 宫崎俊的最后一次 任性妄为 那但是呢 虽然这个任性妄为 大事的任性妄为 还是大事的作品 你依旧能从中感受到 宫崎俊的浪漫 这不只是 枯月二郎的一生 她更是一个 一生都付出在动画上 在这个领域 登峰造极的一个男人 写给动画的一封情书 因为要制作一部 战争武器开发者的动画 她曾经感到困惑 我说宫崎俊 她曾经为这部作品感到困惑 就是她讲一个 在做战争武器的人 但当宫崎俊她得知了 这个枯月二郎 曾经说过一句话 她唯一想做的事情 就是打造一架美丽的飞机 那这也才确立了她想要做 风起的这个主轴 就是描写一个人 是终于梦想前进的 她想要描写这样的故事 那至今八十岁的这个 公起峰 她依旧是现身于动画产业 她抛下了孩童与大人 都能看得开心的这个走向 在最后一次选择了一个自我满足 然后把一生都刻画在其中的这个动画电影 我其实很难说 风起是一部好看的电影 但我事实上我很喜欢这部电影 就是我能真切的感受到 公起俊对于动画这个浪漫的媒介 那朴实又真挚的爱 我觉得这就是风起所带给我的美丽 那也就是公起俊站定的最后之作 好啦 那不过其实她之后应该还会有一部作品 看起来也是跟人生蛮有关系的 我有点忘记她详细的名称了 不过应该也是在她 也是跟她的人生体悟有关的一部作品 那我也是还蛮期待的 好 那我们这一次的公起俊 从这个开头到巅峰到结尾的三部作品 那如果你有没看过我都非常推荐你去看看 那其实公起俊的多数作品都蛮好看的啦 那如果要我挑选我自己还蛮喜欢的话 我可能会挑这个魔法公主 然后还有霍尔离洞城堡 霍尔离洞城堡我觉得蛮妙的 她就是我看了很多次 其实第一次看觉得还好 那第二次看第三次看 越来越觉得怎么说 越看越好看 一个很有勇气 很有成长 然后很有爱的一个蛮疯 情感丰沛的一个故事 那魔法公主的话 就是除了帅还是帅 阿喜打卡真的太帅了 这两部算是我 公起俊的作品这种都真的很喜欢的 那其实大部分都蛮好看的 如果你有哪几部有漏掉的都可以去看一下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宅漫漫说 就到这边结束了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的话 可以在YouTube下方留言或者是在Apple Podcast 欢迎拜托求求你给我们五星留言 お願いします 那如果想骂我留五星我也才看得到喔 留五星以下是看不到 是看不到骂你的留言的 真的非常可惜啊 唉 还是留个五星骂我留言 我还可以在这个Podcast上念出来 念念你骂我什么 让大家笑笑 是不是不错啊 留个五星吧 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下周三的宅漫漫说再见 拜拜